163. 東方日報 小米全籌組民營銀行 2015年7月14日產經 B04計阿里巴巴集團關聯螞蟻金服 騰訊00700兩大內地科網一哥涉作民營銀行業務後 更一類君旗下小米科技亦可能參與一家民營銀行的籌組 分析相信小米或可者手機所建立的龐大客戶群 作為拓展互聯網金融業務的籌碼 史全近日雷君旗下小米科技亦參與籌組一家民營銀行 首期註冊資本30億據上海A股四川和邦603077 入前公告和邦披露正與小米新希望及紅旗連鎖籌組民營銀行 首期註冊資本為30億元人民幣 和邦於昨日再發出更正公告 強調有關民營銀行的籌辦仍處於初步初商階段 並指項目參與主體上未確定 雖然小米參與投資民營銀行有待進一步確認 但小米一向積極參與網上支付等業務 市場對其參與民營銀行有極大期望 事實上,除了尋求其他互聯網應用的發展機會外 本身亦是網絡設備生產商的中興00763 及華為亦在4.5G準5G以至下一代5G技術下功夫 而華為隨宣布協助和電香港00215 於明年初在港推出TDFD4G的LTEA網絡外 華為及中興近日亦分別於日本的軟銀Soft Bank 簽訂合作協議 分別為軟銀進行TD加及准5G的網絡提升 以為下一代5G服務在2020年商用作好準備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